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多宗死亡的事件上到国际头条 菲律芬的12月风灾 南部教少受风暴吹袭的散份 因为居民警觉不足 加上洪水夜半忽然掩置 导致如千人死亡 文长杀势间也应付不来 政府要寻觅土地作集体埋葬 以便办法认证 这次新闻引起不少国际救援组织的关注 香港本地一些救援组织也都主动申出援手 呼吁殊民事物捐输 即使早前有调查显示 港人对菲律芬政府的观感颇为负面 然而外照香港民间社会 对各地天灾灾民一向的慷慨传统 相信港人民事会之所分辨 来于捐助 然而港人的视线 明显被另外两只死亡之所吸引 北航领袖金正日忽然逝世 同日北航向日本海射射导弹 事事东北压的局势稳定 这一切固然是缩磨 而另一边乡 内地广东陆峰乌坎村一名争取土地权益的村民 在被扣留期间撤死 当局拒绝交还尸体 家属在唯一一次的认识过程发现 尸体伤痕累累 怀疑死者 在扣暗期间遭到虐待 事件击起全村千人抗争 官员撤出并封锁村落 而居民就自助委员会 就监管村落 在我一个传媒的高调步道之下 内地高层官员加入跟进沟通 事件的发展 对近年地方围团群体事件 评认的中国 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还需要时间来去验证 传媒的加入 与其说 是个别内地官员口中所说 信不过的母猪 不如说 是双方建立一个 长线沟通的可能机会 事态发展是正面 因为是负面 好在乎摄持双方的一言之差 的确 现世的制度 有种种不如仁义的地方 不公义的处境未必佳示 负责任的新闻媒体 揭露现世的种种黑暗 记取历史的种种教训 凭免歌功重得 投资末分的浮夸和自欺 这些对建制 对民间 都看着防复和良心的作用 这些功能就好像 《圣经》中所说的 《严陋》的光一样 这并不是说 传媒进责 就只有负面新闻报道一图 去年底触目的赴文 还包括八九年 领导天外勇革命 使得捷克 不流一滴血 而脱离铁幕 迈向民主的前总统 兼剧作家哈维尔 他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坚持 確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东欧民主浪潮里面的 其中一个典范 即使近年 他仍然自力关心他国人权 例如刘耀波的遭遇 按照国际政治学籍的分析 往后哈维尔主政 切克的岁月 虽然并非每一件事都算得上是 这个政治圆满 例如共党下台之后 面对落绝 认识资本主义经济的来袭 以至于他一度理想法地地主张 要关调国内外都知名的均限工业 但是哈维尔的文人身影 和风骨 即使在他离任之后多年 仍然是指黑人民 以至奥美社会所景仰的 这些消息 失以不被封锁封杀 可以成为我们集体之为的一部分 全因为香港享有 内地社会仍未能及的言论自由 我们珍惜之余 更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肩负维护自由 和为林社发声的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